7月28日 Atlas Global航空的一架航班 在飞行过程中遭遇鸡蛋打冰雹雨 前窗被砸坏 自动驾驶失灵 情况危急 有坠机风险 机长临危不惧 选择了盲将 最后机上127人全部获救 随后机长获得了乌克兰总理颁发的勋章 基本上5日 Hmm 用热刀の后手伸た 最后机上